特种搜救队 队长王队的报告 本次04-03 花莲救灾任务顺利完成 应到14名10到14名完毕 不畏艰难 从基隆南下绕到南回 前往花莲地震灾区 支援救灾的基隆市消防局 特种搜救队 在6号晚间任务完成 顺利回到了基隆消防局 市长谢果良亲自迎接 这群特搜英雄 颁发加菜金勉励 并深深一鞠躬 感谢队员们投入救灾的辛劳 这次基隆消防局特搜队 绕津南回前往花莲救灾 回程从花莲港搭轮船到苏澳港 再开车回到基隆 完成了环岛84小时的 紧急救援任务 可说是相当不容易 第三个是在沙卡当步道 那边其实有两个受困案件 中共有六名两大四小的 一个失联的民众 那我们同仁一样出五名 然后跟其他的县市消防局同仁 那到达那边去搜索 那那边是 里面是环境最险峻的 因为它土石的摊方是最大的 面积最大 然后再加上它上方有一个验射湖 那经过观察之后 其实它验射湖的水位是很满的 那再加上现场的余震不断 其实我们很担心说 因为如果因为余震的话 它可能验射湖的水位 有可能会液体或是一些碎掉的话 其实水就会直接从上面流下来 那现场环境我们是比较担心这一个 那我们也在现场跟其他县市找到了两名的大体 那由于现场其实那个大石头真的太重 那就是超过五吨以上 那现场使用破坏机具 其实也不容易将大体搬出来 再加上现场已经开始下雨了 那现场的收救状况就暂时暂停 那其他其余的一些灵性部分 其实就我们有带一些外国旅客 比如说瑞士的英国的共八名 然后协助他们到火车站 然后甚至要协助搬运一些民生物资 然后空头到那个精英酒店那边 不管是一些民生物资的部分 协助空头到精英酒店 在花莲的这一段期间的话 其实每天晚上或者是说 其实到达现场都一直不断的有余症 那晚上大概两点四点 每天就是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余症 也会因此而惊醒这样子 那刚好我们住的那个旅馆的部分 最后一天是有一个外籍的人士 看到我们正好在用餐的时候 然后他也就是过来主动帮我们倒个咖啡 然后跟我们做一个闲聊这样子 之前的话是107年 一样也是花莲的大地震 那那一次的状况 其实就是单纯的建筑物倒塌 那我们也是到达现场之后 就是尽量协助里面的搜索 然后确认说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受困者 那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是 在建筑物倒塌的情景执行完毕之后 其实他比较多 严重最大的其实是在山区 他是因为道路摊坊 所以会有一些失联的民众 然后甚至有一些受困的民众 所以他处理的情绪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任务完毕 先稍事休息后 我想过几天我跟局长 会跟搜救队的同仁大家一起来思考 就是从这一次的搜救经验来借尽 未来如何可以加强 大家的装备 大家的设备 以及整个在执勤过程中 所有需要的配套 我想透过这一次的经验 我们也可以好好来检讨一下 如果每一次的经验 我们检讨精进 让我们的搜救团队 可以在更安全的环境 以及更周延的设备下 做好他们的工作 我觉得是这一次很重要的一个 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市长谢国良也暖心地 请特搜队员赶紧回家 好好休息 与家人团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特搜队员赶紧回家